大家好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聊 我的Best 20 Thoughts这个栏目 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在自己身边的朋友圈里呢 也算一个想的比较多的人 对 然后所以大家经常会发现说 你的想法和你的年龄似乎并不完全匹配 这个时候和我一些年龄相仿的朋友呢 他们就会问我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或者说你这样想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呢 我觉得他们这样的问题 我可以非常简单的回答 但也可以回答的相对的比较复杂 不过归根结底 我希望说这样的问题呢 我能够回答一次解决很多人的问题 所以我会把我的一些想法录制成短视频 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带给大家 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就有了这个系列 那么这个系列呢 会以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 问答的方式来去完成 类似于AMA ask me anything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我会回答一些朋友提给我的问题 然后并且把这个视频呢 分享给的朋友们 让他们知道 针对这同一个问题 我是怎么想的 从而呢能够帮助他们 也去获得更多的上下文 去思考自己如何去面对类似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 那欢迎你有任何关于我的问题 或者是你觉得我可能能回答上来的这个问题 都可以发给我 我很高兴能够把我的一些想法和你分享 因为一方面我的问题和我的想法能够分享出来的时候呢 我自己其实已经在梳理我的想法 那个方面是我的认知可能是有问题的 如果这些东西始终存在我的脑海当中 它可能是很难被纠正的 因为它在我的脑海当中 我自己大概率是觉得说我是我是对的 但是我并不一定真的是对的 只有把它讲出来 我才能够和世界去对比说 我的想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这个时候我能得到最终的结果是 OK我是对的 或OK我是错的 那如果对的就继续 如果是错的 那就看到底什么是对的 来去修正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个系列呢可能会偏随意点 然后也是一个一个的问题 我会把每期我回答的问题 作为一个标题来去放出来 方便大家在列表当中索引 好了 那我们第一期的一个非常简短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